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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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大家好 我是Yunay 那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東西是一個 還蠻大的一個工程 對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呢 我會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圖片喔 就這個 我剛剛正在找 就是類似這一種 類似這一種的 啊這個啦 類似這種的草莓蛋糕 那這些呢 我們會需要的東西呢 就稍微多一點 類似這一種的 剩下都是柯蘭的圖片 我好像只下載這張 就這些 那我們一一來 介紹一下我們會需要用到的材料 那可能中間我可能會少一些 就是 可能就會少介紹到一些 因為有些都是中途的時候 才進來的一些材料 那我已經大概的把它 全部整理過一遍了 好 那我們需要用具有 奶油塗 牙刷 然後上烤色的兩種粉彩 然後 紅色的顏料 水彩也可以 廣鹽也可以 對 但水彩會比較好溶掉 然後也比較好控制粉量 所以我用水彩 然後 乳膠 就是白膠 然後 膠水 膠水只需要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就好 然後就這樣 那這兩個就只需要一點點 非常的少量 接下來過來 因為今天準備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這個可以 這個要準備花嘴 如果沒有花嘴的話可以自製 我有 記得我拍過 不過那一部的聲音很小 然後 黏土 那 這個黏土 看你要用樹脂 或是 青黏土 或是 那個 紫黏土 各種什麼水晶樹脂什麼的 那種各種黏土 你都可以用 對 那我們還會需要 草莓球 那 這個草莓球的做法 我好像沒有說過 好 那我等一下 打光 打光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 好 還有需要 淡黃色 的水彩 哇 淡黃色的水彩 揉進去這個黏土裡面的 但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就是 上底色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拿出黏土 拿出黏土的時候呢 就稍微把它揉一下就好了 然後 我們拿出你的黃色 擠上去 一點點 因為我這個是血色力比較差一點 所以說 可能揉起來就沒有那麼黃 那就揉 揉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搓成圓形 然後呢 我剛剛 忘記講 我們 準備 一樣 就是跟以往一樣 準備一個壓平器或是尺 各種瓶的東西 然後把它壓平一點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跟 很多動作都一樣 這樣壓壓壓壓 好 然後做成一個蛋糕的形狀 方方的 就 弄好之後呢 因為我使用的是青土 所以它不會說 就是 非常的黏手什麼的 我自己用的這個牌 我是用 我忘記我講的這個叫什麼牌子 呵呵 好 接下來我們先拿出牙刷 先不要沾粉彩 雖然我上面有點粉彩 但那個 沒有影響 對 因為粉彩顏色是非常的大 好 看一下 然後這邊也一樣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做我們粉彩的部分了 接下來我們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直接把粉刷到它頭上就可以 那我剛剛已經稍微刷了一陣子 所以它有點黃黃的 我覺得 有台燈好像會讓它反光 亮亮的 算了 就這樣吧 好 所以還是打開好了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上一點這個 那這個的部分呢 不要上太多 上在邊緣 讓它有個 往邊緣走的感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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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烤色上好之後呢 就這樣 接下來呢 我們就 稍微等待它 一陰一點點 的時候 就可以 做它上面那個 裝飾了 因為它現在 還有點就是軟軟的 可能 裝飾上去 它可能會 就是 塌掉什麼的 那現在呢 我就要去看神奇寶貝了 掰掰 好 那我已經把 花嘴都弄好了 那這樣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 試擠一下 我有一陣子沒有擠奶油拓的耶 是紙的關係吧 我扶住一下 上次有人說 我擠奶油拓的時候 手會抖 對啊 我擠奶油拓的手 這樣會抖 這個 還蠻 那個的 好 好 冷靜 開始擠囉 好 那這個就算是 成功的擠完了吧 因為 至少中途 沒有什麼 意外發生 呵呵 好 然後 那 大概等它 還要再乾一點 因為 我之後還要在上面上 糖漿 所以 就是那種 有點半透明的那種糖漿 等一下會教大家做 那這個糖漿呢 就是要等 外面這一圈都乾了之後 我才能上 因為如果沒有乾的話 它就可能就會 就是 融在一起 那整個就毀掉了 連下面的 那個蛋糕也會毀掉 所以 一定要等它乾的為止 那可能要等個 一兩個小時 或是 其實半乾也是可以啦 就是看你囉 好 那就先 那我就等 打算等它全乾 然後你這個時候呢 可以先去找 什麼 這個 啊 這個 草莓的教學啦 什麼的 或是也可以自創草莓 或是 我不知道 草莓有沒有在賣 知道 好 那糖漿也不能先做好了 我本來想說先教大家做糖漿 因為 如果先教大家做糖漿的話 那糖漿乾掉了就沒辦法 對 那 就這樣 好 那我先去看我的柯南特點囉 我下載好了 超讚的 好接下來 就是剛剛 這個已經稍微有 就是乾了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 準備一個容器 小容器就好了 然後還有你的 椒水 一點點就好 然後 你的乳膠 也是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水 全部都是一點點 對 好 那我們 然後跟一個攪拌棒 那我們就開始 那因為是草莓蛋糕 所以我就 準備的是紅色 那紅色也是一點點 全部都是一點點 然後 我想說這個 看起來也是 很 很 濃稠的樣子 喔 不是 就是顏色很深 那不要忘記說 白膠其實乾了之後 會變成透明的 要考慮到這一點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最重要的部分的 把蛋糕拿過來 然後 因為我不想拉大鏡頭 所以就這樣子 比較清楚一點 那千萬千萬 我非常的緊張 不要失敗在這裡 就把 醬汁到中間那裡 中間那一個洞 裡面 好不講話了 好 好 往這邊倒有點 啊 好現在就不要再倒了 因為 就這樣 好 這算是成功 然後呢 接下來 不能等它了 要趕快把那個放上去 不然等下就放不上去了 建議用夾 再來拿一個草莓 在這邊 接下來我需要使用一些 粉 粉色的巧克力米 那我 就是 其實大多都是粉色的 所以 就這樣 那我就用 粉紅色的巧克力米 好那 這樣其實就做好了 那可能這部影片應該就等不到它乾了吧 對 那旁邊的部分呢 你可能會覺得還有有點空 那可以像是這個一樣做這種 邊邊 雖然我這一個很失敗 但是 做個那個 吃飯 對 然後就這樣 一個一個 看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或是你想要在旁邊塗糖漿之類的 看一下 那就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 草莓糖漿蛋糕焦水 奶油糖 草莓奶油糖漿蛋糕焦水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可以幫我按個 喜歡 想看歌中的話呢 也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怎麼感覺我剛剛說 好像不太一樣 我以前是怎麼說還是